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 《寻百强看中国》大型融媒体活动 走进内蒙古鄂尔多斯东盛区 江苏 宜兴 四川 青川等地 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当地 如何通过绿色发展做墙特色产业 东盛区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兴城区 近年来不断调整产业结构 形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 农园装备制造 电子产品制造 节能环保和新材料五大产业链 年产值超200亿元 同时东盛区积极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赋农乡村振兴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坚决走好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初夏时节江苏一星的央田里 水泥地预央技术已被广泛应用 一方方秧盘横平竖直 整齐地覆盖在水泥地上 这里不是水泥地吗 在这里秧苗也能生长吗 如果在大田的育苗 育苗的话它是1比100的羊田 如果在水泥场上育秧的话 我们就建议了土地 水泥场上的育秧的比例 1比120的相差了20亩 江苏宜兴地处苏南地区重要的农业板块 如今适合机械化大规模大面积种植的 硬地育央技术已成为新的农机亮点 有熊猫家园清秀之川之称的四川省青川县 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大熊猫国家公园 唐家河片区也位于青川县境内 熊猫彩林是这里最靓丽的两张文绿名片 唐家河有动植物2649种 四季风景如画 与高频出没的动物 组成一幅祥和的多彩动物王国 不少来到这里的游客都期待 与野生大熊猫不期而遇